自认,一切葬送传统归金主,众世界的主。 阿拉在古连经经中说, 我却遗见众人信托天地和善约, 但他们的不肯承担他, 他们畏惧他,而人却承担了, 人却是不义的,却是物质的。 我见证,万无非主为佑阿拉, 独一无偶,我见证, 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 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 以及所有生命弟子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保佑日。 阿拉确议有待人类, 他亲手造人, 并将他的精神追尽人的身体中。 他始终天使, 宪远人, 犯罕默德, 阿拉是人类在许多方面, 由于其他物种, 其中包括, 让人类承担教法的义务, 教法的规定, 但他已经成年并有理智, 就应当承担责任。 无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每人都要尽其所能, 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履行阿拉所托福的责任。 毫无疑问, 责任首先是一种义务, 然后也再是一种荣誉。 谁认为责任仅仅是一种荣誉, 并知热爱于荣誉的变身, 谁已显入显著的迷雾之中, 谁尽知尽责, 尽先尽利, 并认为自然是一种义务, 谁就会得到阿拉的显著。 对此, 穆罕默曾对阿بد拉罕默说, 阿بد拉罕默别要求权利, 如果不想求而得到的权利, 会得到显著的。 如果通过全球而得到的权利, 那是常众的负担。 据阿بد拉罕默的传说, 他说, 我说, 阿拉的使者, 你不用不认用我吗? 先知用手拍拍他的肩膀, 然后说, 阿بد拉罕默, 你是一个弱奖的人, 全力是一种责任, 在复兴日他, 简是一种惩愧, 悔恨除了对这些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的人。 责任有十多种, 其中包括, 第一, 家庭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的第一道方向, 因此, 家庭在生活稳定和端节的方面, 有着具足情绪的作用。 父母应当人建设这个家庭的责任, 并通过确实履行严谨的义务, 而使家庭稳定, 这些将未来在阿拉的方面前是有被宣传的。 伊斯兰教的明确规定了, 这种义务的权利, 并把这种义务和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家庭的成员。 正如母亲说所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的羊群的负责。 邻属是牧羊人, 又为自己的牧群负责。 男人是专家的牧羊人, 又对她的家人负责。 女人是政府家中的牧羊人, 又对家庭负责。 扑人是住人财群的牧羊人, 又为所管理的财群负责。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 都要为自己的牧羊群负责。 一个家庭的成功和温定, 又以后, 假设每一个成员共同地来维护这些权利和义务, 而不要忽视这种权利和义务。 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在权利和义务方面, 是相复相称的。 家庭来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仁爱与诚恳之身来承担各自己的角色。 谁忽视或反弃这种义务, 谁将在阿拉前面的收到声闻, 你是禁止了还是试止了。 牧羊说, 在复兴日, 阿拉将见闻每一个管理者, 他是否尽多了看护的责任。 男人见闻其家接受责任, 责问又说, 一个人没有很好的, 赏养他应该赏养的人, 那他足以被认为是犯罪了。 第二个, 职业责任。 根据人所承担的职务, 责任越大, 责困难越大, 所以责任的范围越大, 承担者所需要具备的资格就越高。 其中最重要的是, 难力、经历、经历和信誉, 同时他还应当有难力履行这种责任, 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 对大家以及对阿拉, 承担阿拉所委托他的责任。 正如牧师所说, 谁以我有十个人以上之权, 谁复生日监备着来, 此时把自己的手术在脖子上, 如果他对他们可靠, 那么阿拉不会解救他, 如果他对他们温和, 那么阿拉已经解救他了。 凡是掌管了公众的事物, 或担当任何职务的人都应该了解, 阿拉命令他把工作做好, 并知道阿拉是检查他的, 他还应该知道, 他所经说的是公共财产, 所以他只能在职务范围内花费了这些钱财, 而不能以任何的名义或借口中报私门。 我们还强调, 任何负责任都不应该在工作中依赖 还是依靠他人, 因此事物拒息, 他都应该尽力尽为, 因为在消失上的疏忽, 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损失。 我们都应该明白, 信任不意味着无需监察, 监察也不意味着不信任。 承担责任的人, 应该选择那些前准而重视的人, 同时也应该是具有能力的人。 谁不这么做, 谁已经辜负了阿拉和他的使者, 辜负了祖国, 也辜负了大备欲佑的责任。 第三, 社会责任。 伊斯兰为人类规定了一些社会限制, 通过这些限制, 人民可以享受充满温情的, 又尊敬的社会端节, 互助的温定和安全的生活, 并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从而视传社会成为一个整体。 认真观察党进人类的现状, 只会发现社会上有着 是不过父的群人, 找不到药物的病人。 官府、官儿、弱势传体的和无人赡养者, 直接这些人的困难属于 这法规定的社会的责任, 也属于社会的著名责任。 如果有一部分人尽责, 那么其他人也免于罪责。 如果无一人尽责, 那么他们只能传递承担担罪责。 对此,母亲说, 谁大夫偏偏地睡着了, 而同时知道他的邻居正在挨额, 所以就没有信仰我。 母亲提醒了 旅行这种社会的资源的价值, 因此母亲时拒绝了人民的困难的行为, 有限于在梅蒂娜那县寺里, 正做一个月的修行。 据阿布子尔的护得里的传说, 他说, 我们想跟先者一起在旅行途中, 突然一人骑着骆驼过来, 他走过腰盘。 阿拉的诗者说, 谁有多余的清净的, 只有让给没有成击的人。 谁有多余的干粮, 只有让给没有给粮的人。 他不断地说, 各种财物都是要求有的, 就让给没有的。 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权拥有多余的财物。 又说, 阿拉最喜欢的人是对人民的最有益的人。 阿拉最喜欢的行为是让穆斯林的高兴, 或解除他们的烦恼, 或解除他的债务, 或解除他的击额。 我与穆斯林的兄弟一道去解决他的困难, 比我在这个做礼拜里安静做的一个月。 为解决穆斯林的兄弟的困难, 而起伯的人, 阿拉在中处跌倒至日的, 会使着起步法坚定。 母亲一直对民生命资的拒绝, 民众的困难的行为特别业主义。 有一天, 他就问道, 你们谁今天分析了? 阿波阿玛说, 我, 他又问今天谁孙病了? 阿波阿玛说, 他又问了今天的谁看完了病人? 阿波阿玛说, 我, 母亲说, 谁传作了这些, 谁比起近月圆。 第四个, 对祖国的自认。 对祖国, 我们所有人都拥有权利, 同时, 我们对祖国也承担着巨大自认, 为了保卫它, 并为提高祖国的地位, 推动祖国的发展而工作。 牧生说, 为了保卫祖国及其圣地, 而实现自己的圣民和财产属于为主导的而分道。 这在孤单证中也有许多证据, 阿拉说, 真主确意用内文换取圣士们的圣民和财产, 他们的为真主而分道, 他们或者杀敌人的知国, 或杀身成人, 那是真实的允许记录在 他, 涛拉特, 英志乐和 固兰经中。 同样, 致力于国家的存建, 提高国家的地位, 推动国家的进步, 也属于祖国的责任。 因此, 公共利益应当高于个人的利益, 我们应当抛弃, 应该抛开分析, 共同努力, 避免分裂。 万众以前, 正如阿拉说说, 你们当全体, 坚持真主的身所, 不要自己的分裂。 又说, 你们不要分裂, 否则, 你们必定淡切, 你们的实力必定消失, 你们应当见人, 真主确实同见人者同在的。 我们也应该知道, 将来会有一天, 阿拉对众人说, 拉住他们, 因为他们的确实要收新闻, 要说, 在那日, 你们见被见月, 你们的任何秘密, 都无法隐藏。 还说, 上额的行为, 随小入戒子, 文章在潘石里, 或在天空中, 或者在地下, 真主都有显示它, 真主确实明察, 明确地知道。 我说了一声这些, 求阿拉, 若说我和你们, 而且赞送全归真主, 众世界的主, 我见之万物费主, 为由阿拉, 独一无偶, 我见之, 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 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 以及所有圣名字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 各位Muslim, 过这个小时, 我们就将因此持续新善, 结想和服从的季节之一, 它就是十二半月, 回离八月。 在这个月, 一切善功都将被误传给阿拉, 因此在这个月, 更有更多的服从阿拉, 准备阿拉, 接近阿拉, 并更多的分宅, 甚至在伊犁八月中, 更多的分宅一直引起了新名字的注意。 据乌萨玛德传说, 我问牧生, 我见你在十二半月分宅, 会比在其他的月分宅得多。 牧生说, 此月份是在荣茂的布月和荣埋月的之间, 许多人疏忽来这个月, 在这个月一切善功被误给阿拉, 我喜欢我的善功被误传报之日, 我正在再见。 据阿布萨说, 牧生有时一直分宅, 一直我们说, 他不开宅, 牧生有时一直开宅, 一直我们说, 他不分宅了, 我不曾经看见牧生穿业分宅属于荣茉月以外, 我不曾看见牧生在任何月分宅多于荣耳班月。 阿拉赐福给荣茉一个月即将的夜晚, 它就是十二半月十五夜。 在这月, 阿拉有对仆明显示, 祝恩他有女说一切人的过去。 据阿布萨巴斯说明的传说, 牧生在伊犁八月十五夜, 郑主有对仆明显示, 祝恩他有如说所有的信徒者, 并有容义务培助者和寄账者, 制造他们的慧悟。 因此, 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 分离地信仗, 多多服从阿拉, 借尽阿拉, 正如牧生之所说的, 阿拉, 你在你们的日子里中, 有着许多恩惠, 因此, 你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 分离地信仗, 或者你们一方面得到一个恩惠, 永不回多美。 主耶, 求你援助我们今年你, 感谢你, 天真地准备你。